哈囉大家好,我是 Calvin,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電子產品經常出現的故障問題 OK,那麼無論你是使用手機或者是電腦 在使用過程中相信都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一下常見的一些問題的英文表達 第一個,死機 這裡注意一下,千萬不要用 die這個字 大概是表示有生命的東西 我們的手機或者是電腦其實是沒有生命的 想像一下當你的手機或者是電腦處於死機狀態的時候 無論你是怎麼樣去滑動螢幕或者是點擊鼠標 可能都沒有任何反應 好像被動住了一樣 所以在英文中我們用Frozen這個形容詞 Frozen是表示動住的或者是凍結的 它其實是由freeze演變而來的 例如 Oh my god, my laptop is frozen I haven't sent my email yet 我的天哪,我的筆記本的電腦居然死機了 我還沒有發郵件哦 No.2 閃退 當你在玩王者榮耀或是吃雞的時候 如果你的手機突然間閃退了 這個時候是不是很抓謊呢 閃退在英文中我們可以用crash這個字 crash又表示碰撞或是撞擊的意思 例如 Why does my WeChat keep on crashing when I am trying to send messages 為什麼當我嘗試去發消息的時候 微信一直在閃退呢 第三個 自動關機 當你打遊戲打到一半 或是報告還沒有寫完你的電腦或是手機 突然間自動關機 這個時候是不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呢 注意下這裡我們千萬不要用close這個動詞 這裡我們會用turn off這個片語 turn off有表示關掉的意思 那自動關機的英文也就是turn off automatically 例如 My cell phone always turns off automatically Is there any way to fix it? 我的手機經常會自動關機 有沒有辦法可以修復一下 No.4 碎屏 如果你的手機沒有貼膜 當你掉到地上拿起來的瞬間 可能會比蜘蛛網還要精彩 這裡建議大家一定要貼一個膜 這樣至少可以起到保護的作用 碎屏的話我們可以用smash one's screen screen有表示屏幕的意思 比如說觸屏 touch screen 那除了用smash這個動詞之外呢 你也可以說crack crack也有表示破裂的意思 例如 I can't believe I smashed my iPhone screen I just bought it yesterday 我簡直沒有辦法相信 我把我的手機屏幕摔碎了 昨天剛買的iPhone手機 第五個 手機或電腦系統很卡 當你在平時上網的時候 有沒有經常看到loading這個單詞呢 是表示加載或是轉動的意思 無論是你的手機 或者是筆記本電腦 如果很卡 真的會讓人覺得很抓狂 那這裡注意一下我們可以說 wrong slowly 也就是緩慢的運行 除了用這個片語之外呢 你也可以說 laggy 很多人會說lag 但注意一下lag它其實是動詞 我們會用它的形容詞形式 laggy 表示緩慢的 或者是滯後的意思 例如 Why is my computer being so laggy? I'm just trying to watch TV series 為什麼我的筆記本電腦怎麼卡? 我只想要看電視劇而已 Number 6 發熱 採完或手機或是筆記本電腦 可能就會出現發熱的情況 有時候可能會擔心 真的會不會爆炸 這裡注意一下我們會用 overheat overheat是表示過熱的意思 那因為它是一個持續性的狀態 所以我們一般會用overheating 例如 My cell phone is overheating and I'm worried that it's gonna explode at any moment 我的手機一直在發熱 我真的擔心它會不會隨時爆炸耶 第七個 不能充電 這個比較簡單 我們只用charge這個動詞 charge有表示充電的意思 在後面加上 ar變成charger 也就是充電器 平時我們隨身攜帶的充電寶 可能跟charge就沒有任何的關係了 它的英文是POWER BANK POWER是表示能量的意思 BANK是銀行 也就是儲存能量的銀行 也就是充電寶的意思 例如 I tried different kinds of charges but my cell phone still won't charge I don't know what's wrong with it 我試了很多不同的充電器 但是我的手機還是充不了電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NUMME EIGHT 中毒 如果你的手機或者是電腦中有非常重要的文檔 有時候真的會擔心會不會中毒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常見的一些病毒軟件 Childrens 木馬 Scareware 流氓軟件 以及Botnets 僵屍網絡 中毒的話 在英文中我們用virus這個詞 你可以說 Get a virus 例如 My laptop got a virus Said guard I backed up all my important fires last week 我的筆記本電腦中毒了 謝天謝地 我上個禮拜備份了所有的重要文檔 OK The last one 藍白死機 這是一個Windows用戶經常出現的問題 這是一個藍瓶 我的你是怎麼樣去點擊鼠標 或者是去觸碰你的按鍵 都沒有任何的反應 它的英文是 Blue screen of death 也可以用它的簡寫BSOD來表示 例如 I can't get rid of this BSOD and I have to hand in my report today 我沒有辦法解決這個藍白死機的問題 而且我今天一定要把報告給交了 好的 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區補充和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點贊和分享 英文小姐是會不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 或是關注我的頻道 這樣才不會錯過之後的任何一期 我是Calvin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我們下次有空再會囉 Bye